接下来这条新闻说明 有的明星 他也属于弱势群体 这首孟婷伟的经典剧作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相信很多人都会唱 那么你能听出刚刚的这一段 哪一句是孟婷伟本尊演唱的呢 这是某卫视的一档综艺节目 就是请歌曲的原唱者和模仿者 一起演艺歌曲 评委仅凭声音盲选排名 之前齐琴 阿宝 林志颖 小沈阳都参加过 定最终打败了模仿者 而这一次酒味露面的孟婷伟 信心满满的也来参加 欢迎把我PK下去 成为第二个小孟婷伟 嘴上说希望被超越 没想到结果真的不敌模仿者 孟婷伟这回球大了 而随后孟婷伟所属经纪公司工作人员 发了一篇长微博 斥责节目组为抢收视率 消费一人 孟婷伟完全被设计了 据了解 这档节目开播已有一阵子 来的明星都逝胜到最后 渐渐缺乏心意 如今明星惨败 当然能制造热点 只不过轮到孟婷伟中枪 于是向来高高在上的明星们 哪接受得了这样的结局呢 不要忘了这个综艺节目 不是吗 凡旭看开吧 真真假假 起起落落 这就是娱乐圈 这就是生活